被偷了 财新的家门前有一块空地 父亲叫财新在空地上种象羊花 财新每天为象羊花浇水 有时候也给象羊花花上水料 财新把象羊花照顾得很好 象羊花长得很快 花朵也开得很漂亮 每个早晨财新都算一算七 象羊花开了几朵 一二三四五六 爸爸象羊花今天开了六朵呢 财新快乐的高费 中午财新要上学了 出门前财新又算一算象羊花 一二三四五 奇怪 象羊花怎么少了一朵呢 财新重新算了一遍 发现象羊花真的少了一朵 财新看见象羊花的日夜 在地上想必有人把象羊花摘掉了 财新又生气又难过 财新想要是让我知道谁是摘花的人 晚间不会迎人他 第二天早晨 财新算到象羊花一共开了七朵 到了中午象羊花又少了一朵 只剩下六朵 财新非常生气 他想 谁就冒坏一次又一次 把象羊花摘掉呢 会不会是邻家的小孩 不对 邻居一家人都进早就 早就通门了 到点他还没回来呢 那么该换的小号是谁 可行的不停 我要讲办法 保护叫人家 我要叫小偷哥 都交给警察 第三天早上才经 躲藏在 像兰花丛里面 靠静静的 等待 摘花的小偷到来 他要捕捉小偷 一个长得胖胖的男孩 从远出 走进财新 认出来 那个人还真是同伴的家山 在家山 左看 右望 趁热 是就没有人 便伸手 要把象羊花摘去 猪虫 彩新 是象羊花 从里出来 将街山摘入 在街山下了一跳 向后退了几步 猪虫 猪虫 家山 爽旁的说 你为什么 扣在我的瓜 家山爽旁的说 我只是想让肯娘开心 原来包上的肯肯 前天生病了 不能参加比 画画比赛 肯肯很难过 所以加上带来 向洋派安慰肯肯 财心说 我不知道 肯肯生病了 加上又说 有点轻轻痒跟小金鱼死了 他很伤心 所以我栽了 向洋派送给他 加上这么关心 朋友让财心感动极了 财心说 加上你真凉 你真喜良 你真善良 但是偷在别人的 花是不对的 你需要花 我可以送给你 加上觉得很疼贵 他红色脸说 我知错了 对不起 我知错了 我以后 不会这么说了 财心原谅了 加上 他把一只像年花 摘下来 交给加上 财心问 这只像年花 要送给谁呢 交上回答 猪猪 猪猪把心爱的玩具弄 丢了 他很不开心呢 财心和叫他一起去找猪猪 他们把 像年花 送给猪猪 猪猪说到漂亮的花朵 心情 顿 从事变得好起来 财心看见朋友快乐 他也觉得很快乐 财心决定 向加上学习 时常关心朋友 帮助朋友 财心送向年花的种子给加上 并指指导加山 种子像年花 加上种的像年花 生长得快 花朵 花朵又大又美 他们一起栽下来 像年花 送给别人 更多的朋友 现在财心和加上 越来越 祝我们就欢迎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